转一个箭头 男洗手间在这儿 对的开门 来 男洗手间在这儿 还有门 从这儿走 走这儿是这个 卫生间在这儿 男洗手间 转一个箭头 男洗手间在这儿 开门 这不是老鼠的家 这个 这个开门 男洗手间 哎呦 男洗手间在开门直线 上个特红 男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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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洗手间 几个门呢 三个门 还有 白罐 男洗手间 他有门 那什好门 老鼠比较 还有门 这好大的洗手间 你现在洗手间 能行吗 全是人 嗯 噢噢噢噢噢 它有非常嚴重的滲漏水 好像是汽車鍍膜的這個概念一樣 雖然是鍍膜 大家不會以為它跟汽車鍍膜一樣 只有一年兩年的時效 那它做完的話是永久性的 原本有這個棕爐石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的水滴滴下來 在昨天的時候已經在這個地板 也先試水給大家看 整個把地板都淹滿水了 我們直接帶下去這個的直下層樓下看一下它滲漏水的現況 帶大家看一下 它的天花板就是長這樣 它有非常嚴重的滲漏水 然後所以導致成 它的天花板長了非常多的棕爐石 在棕爐石的下方可以看到 它竟然長出這種石筍 這個很像在我們教科書裡面才看得到的 會產生棕爐石的現況呢 基本上就是老舊的建築已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漏水 直下層漏水了 嗯 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高嗎 直下層漏水蠻常見的 因為我們浴室的地板是容易積水的地方 有可能遇到地震它產生裂縫 原來防水可能就破掉了 第二個 水管跟圓牆面連接的這個管壁 有可能地震的時候稍微錯動 分開了 所以很容易從這些地方做漏水 直下層漏水其實 還蠻頭痛的 尤其是有時候遇到像公寓不是自己家裡要處理 又要整間打掉其實還蠻麻煩的 一般人遇到直下層漏水的問題 其實都困擾他們蠻久的 跟建商的品質有關係嗎 建商的品質原則上現在都還好啦 早期就不敢講 因為早期的營建品質和防水的素材可能沒那麼好 我們常常做老屋專修遇到30-40年以上的老屋 這種地板預測滲漏水都還蠻常見的 如果說一般住家遇到這樣子的情形 是怎麼樣處理的方式 其實要解決滲漏水 最能夠根治的方式就是整間打掉重做 整間打掉重做不一定是每個家庭都能夠允許的 怎麼說呢 因為有可能一個家庭他才一間廁所 你要整間打掉他可能那個時間都不能用廁所 有時候我們老屋翻修一間廁所 可能要做個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那一段時間他們家裡就沒有辦法上廁所了 再來的話整間打掉的 費用和預算要花的比較多 不一定每個人都有這個預算上的考量 這個部分有時候還蠻頭痛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DIY的方式呢 道理還蠻簡單的 就好像是汽車鍍膜的這個概念一樣 待會就是要把整間預測的空間 做一個鍍膜 整個豐富起來 讓水不會再往外滲透 做法真的很簡單 說白了就是我們在 在廁所裡面直接上了一層比較特別的塗料 這個塗料呢 其實跟我們一般市售塗料會有點不一樣 在廁所的環境裡面事實上是相對條件會比較嚴苛一點的 它長期會比較潮濕 所以塗料的耐濕性要非常好 再來的話 洗澡的時候會有一些熱水 所以塗料要不怕熱水 還要能夠耐得住 廁所裡面髒污的時候要能夠刷洗 所以耐洗刷性也要非常好 一般的塗料要具備以上這三種條件的話呢 事實上是有點困難度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用的塗料 市座上一定要達到這些條件 才足夠在我們預測裡面做使用 今天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準備菜瓜布 配合清潔劑 把廁所裡面 全部刷洗乾淨之後 等到隔天乾燥之後 再來上這個塗料 塗料的話呢 我們就準備了油漆刷、油漆桶 就可以來開刷 完成之後 等到油漆乾了 我們整個施作就完成了 真的非常簡單 那我們就來做囉 其實我們要在上塗料之前 廁所瓷磚的清潔 非常重要 我們要上塗料的機面 如果沒有清乾淨 它很容易 跳抗 就是會脫落 上任何的塗料之前 表面的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一般在清潔的部分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有洗過廁所的人都知道 廁所的瓷� 摸起來只要有那種 粗粗色色的感覺 就表示它上面有很多的 瓷磚摸起來只要有那種 粗粗色色的感覺 就表示它上面有很多的 罩垢和水垢 所以我們可以配合一些 中性的清潔劑 和菜瓜布 來先做清洗 那為什麼我們做塗料呢 會那麼 配合清洗這個部分呢 道理就要有點像是 女孩子 她的那個要化妝之前 如果臉上有很多的污垢 油漬 其實要上妝就不好上 尤其我們在 上塗料的這個介面 一定要非常 確實把它清潔乾淨 先前 地板跟牆面 都清潔過了 有一些 家裡的 預測 可能通風性 比較好的 它一天一定會乾 那可能有一些是通風性不好的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確保是乾的 情況下 我們再來做塗裝 才不會影響到 它未來塗料的附著性 開始之前 我們會先來做 養生膠帶的 貼附 第一個可以 確認它 是做的範圍 第二個也不會污染到 不需要做的地方 我們預計是做地板 折起來 折起來 大概10到15公分的位置 第二個部分就是 馬桶的位置 待會也會用 遮蔽膠帶把它貼一下 第三個重點就是在於 排水孔的地方 它金屬的邊緣 我們一樣 上遮蔽膠帶 把它貼起來 待會我們在上塗料的 時候呢 在還沒乾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把它 撕起來了 等到它塗料乾再撕起來 有可能會很難撕 在操作上的細節 大家要多注意一下 我們就要進入到今天的重頭戲啦 把它整間都 鍍膜 雖然是鍍膜 大家不會以為 它跟汽車鍍膜一樣 只有一年兩年的時效 那它做完的話 是永久性的 會用這種塗料 用A劑加B劑 兩個下去綜合之後 再下去做塗裝 這個材料 讓我非常的 驚艷的一點 是在於說 材料的主成分 是屬於 聚尿型的素質 聚尿型的素質有什麼特別的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聚尿 是號稱 史上最強的防水材料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或者是找一些YouTube的影片 很多人把聚尿 拿來 做一些非常挑戰性的實驗 把雞蛋 直接噴上一個聚尿 從高速丟下來 雞蛋不會破 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 我看過有人 用一個紙箱 周邊噴完聚尿之後呢 裝水 表面再噴一層水 人馬上上上去 這個紙箱竟然不會破 也不會漏水 那甚至在國外 有人把它拿來當成 防爆跟防彈的 防護作用 不過呢 這種 聚尿的塗裝 它有一個缺點 它必須要透過 高溫高壓的 專業機器 同時噴塗出來 瞬間 固化之後呢 才能夠完成 它的沉膜 在於我們DIY 其實是 比較不可能的 當我發現 竟然有廠商 開發出這種 聚尿 FOR DIY私做的這種防水材料 我就覺得 很想要做做看 分享給大家 這一次我們 特別選用這種材料 來應對 預測裡面 比較嚴苛